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造了大量逃港的难民 而这一批难民 就是近几十年来 推动香港成为大都会的先行者 他们还没有受过中共的原文教育 而且身受暴政的迫害 对香港被除 故此 虽然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宣传 从未见证到见证之后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但是在整个五十年代 以至六十年代 从来没有一个市场 在那个年代 每逢十月 只要看看 十一和双十两国庆 民间所挂的五星红旗 和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多寡对比 就能够证明这个看法 当年的香港人 未必有后果于国民党 之所以主动将挂清天白日满地红旗 其实也是反暴政的一种宣示 1967年文革 中共的政治宣传 影响了远在地球的另一端的法国年青人 以为文革真是暴产阶级人的革命 激情和浪漫 和他们祖先的法国大革命 互相辉燃 那一股流风 后来吹到美国 也间接推动了反越战的左倾思潮 到了七十年代 更加反吹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年青人 大多数都崇洋 他们无不以西方的潮流为潮流 他们学唱文歌 去结识女仔之缘 有一些 说要走出橡牙塔的大学生 识也好 扮识也好 很前卫地探讨存在主义 和法国新浪潮电影 禁止她 有一份责任去认识祖国 关心社会 当然 一经西方品题 洋版系的白毛驴 也被他们捧上电堂 变成了艺术品 一向被人看不起的肉蛋的肌肉 就变成了香港的真方胆 那些好像盆鼓 和七十年代的责致 都很努力地唱歌 大学里面的学生部 一大板 一大板的革命前怀 坚决反击又谈回暗风 然后 打倒了四人帮 邓小平复出 六四 昨日 宁祖关事的陈正青年 今天 有些 变成了老满腸肥的老板 有些 变成了咬牙切式的反共中的老客 变成了咬牙切式的反共